按拉或者擠出的動作 其實用按拉我覺得比較直覺 用來用去最後發現 因為如果你們用那個 像Schedule Up Google有一個Schedule Up 其實它只有按拉 它好像沒有擠出的概念 所以它什麼東西都可以按拉按拉 所以我有時候有習慣也用按拉 但是按拉的缺點就是會有2D線段殘留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都把它刪掉就可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把它擠出多少 擠出高度為120 Enter 然後這邊的話再來 這個地方擠出多少 擠出100 100 OK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擠出多少 60 有沒有 其實你們可以看那個 看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看那個 幼士圖這邊也有了 這邊也有了 這邊到這邊100 然後這邊會多出一塊 這一塊是20 20應該是可以從 其實從這邊也可以看到 120 100 然後這邊80其實就是 60 20 可是你擠出來的話 是擠出到哪裡呢 擠出到 這條 這個平面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呢 再向上移動多少 移動到 這個位置 把他移動上去 所以我把他擠出來的話 再把他向上 把他移 移上來 那移上來的話 移多少 移20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選他之後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就選他 然後呢 利用那個 他的那個 移動工具 移動當然我們 不需要用到 3D移動 直接點這個 實體之後的話呢 直接呢 就點這個 立軸方向 然後他會出 出現一個虛線 你現在這個 這個時候呢 只會往利軸方向 跑了 那這裡 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移動到 移動20 20 OK Enter 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地方 看到的話呢 就會是 有沒有這個地方 會有個空隙 會有個20 OK 那再來的話呢 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上面的部分 做完 那前面還要再處理 倒角部分 OK 我想各位先處理到這裡 那還有底下部分 等下再看 好